有不少議員都關注保安部隊 欠缺完善的福利和晉升制度 建議政府著重警務人員的基層保障 創造條件提升員工的福利和質素 梁安琪報導 立法議員高天賜指出 現時保安部隊人員正處於一個 收入和工作不相符的狀況 他認為政府應該更加注重 警務人員的基層保障 包括提升員工薪酬福利 為了達到優質的服務 我們必須要首先有些基本的 我們紀律部隊的保障 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保障 恐怕是多難達到的目的 也有多位議員認為 保安部隊的管理和晉升制度欠缺完善 希望政府進化完善有關制度 並創造條件給警務人員 提升個人素質 穩定警務隊伍 整個隊伍是有上有下有前有後 所以我想整體上面的檢討 讓整個職情更加能夠有激勵作用 相對來說有個公平性 能夠令到整體上面的士氣就會增加 才有條件去打好長波 在體能測試方面 尤其是對於這些年齡比較拼高的警員 取締色動的彈性 可和普通質情 高級質情的性質好事 在體能測試方面 是否有相同標準 就是契仔文化其罪 不在契仔 是在於契爺 這個是根本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在當今來說 契仔文化師長的重點發言裏面 我們看不到就是 是怎樣能夠內抗契爺 外除黑工 不只是加薪可以解決 也正如你在報告裏面說的 管理文化、加強上下的溝通、關懷、完善、掌情和晉升的機制 這些完全都是有需要的 同時關注行有建議政府應該加強和傳媒溝通合作 而保安CCC 在香港和傳媒溝通合作 為了解決方法 有傳媒溝通合作 在香港和傳媒溝通合作 卻會有大型的 因人生出現